有位心理学家在露天的游泳池做了一个有趣的试验 他故意安排不同的人假装溺水 救命啊救命啊 然后观察有多少人会去营救 这个试验的结果非常的耐人寻味 在长达一年的试验当中 当白发苍苍的老人溺水的时候 统计有二十个人跳下去进行营救 当孩子溺水的时候 有三十二个人跳下水进行研究 而当一个妙邻女子溺水的时候 营救人员数字居然上升到五十人 这个试验证明在人性当中虽然在行善 但是还是有自私的倾向 同样是旧人在他跳下去的那一刻 心里还有着很多的私心杂念 所以佛法界讲 贪嗔痴慢疑是人间的五毒 一个能够舍去一切 没有私心的去帮助别人的人 这个人就叫纯善啊 而有目的的去帮助别人 这个只能称为善事 学博后要懂得带有私心的人去做 不管做什么事情称为有违法 而没有目的的去行善 称为无违法呀 我们做人有了一颗忠诚别人的心 你就会拥有纯洁的朋友 你拥有了一颗善良的心 你会拥有慈悲 在这个世界上 无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 无私才能让别人感受到你 纯洁的心灵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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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